等一下 干嘛 你手机没拿 要手机干嘛 反正都已经把你拉黑了 这事就像除了我之外 总还要其他人担心你的人身安全吧 都是成年人了 别总让人担心 要你好心 我刚刚给你转了五千块钱 在外面该吃吃 该喝喝 别总舍不得花钱 另外在这儿我要 哎 你什么意思啊 我没有什么意思 既然你说你要离家出走 没钱你吃什么喝什么 就算回娘家 你总不能空着手回去吧 回去再白吃白喝 不说咱爸妈 到时候你弟媳肯定要给你脸色看 搞不好家里又因为你一地鸡毛 让二楼家在中间难做人 咱们做儿女的 不说暴风门 可别给父母添麻烦了 老公 我 行了 别说了 钱虽然不多 但也够你花一阵子了 这段时间 你就在娘家踏踏实实地待着吧 不用担心我 哎你什么意思呀 你是希望我在娘家待着永远不回来对吗 我能有什么办法 每次一吵架你就要离家出走 我这还不如让你在外面安心地住个够 省得来回跑 多累啊 我看你是不想跟我过下去了吧 要走的事你不是我呀 结婚这几年 每次一吵架你就一副过不下去的样子 动不动就拉黑删除离家出走 势必要过整个输赢 对我是男人 我可以让你赢 但不代表我接受你让我输啊 那我就是闹脾气吓唬吓唬你 你就不能哄哄我吗 你一个大男人 你就不能迁就我一下吗 这迁就总有个限度吧 这夫妻过日子有朝有闹的 但不管怎么样 这日子总得过下去吧 有时候明明一句话就可以解决问题 你却非要闹到离家出走 你要知道 这人心经不起一次次折腾 人心经不起一次次冷漠 人也经不起一次次伤害 这人心要是凉了 就再也无热了 我帮你 这人心 你不你是我 在靠我 一样 我